台中捷运在5月10日发生了这起严重的意外事故 一个建筑工地的掉币砸向正在行驶中的列车 导致列车车厢受损 根据香港中通社引述台湾媒体报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中市南屯区的一个工地 掉币倒塌并直接撞击台中捷运的隔音墙 掉币插入行驶中的捷运车厢并撞击车头 造成一人死亡和八人受伤 目前当局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定事故的根本原因 事故发生后 台中市政府立即下令停工 市长卢秀燕也前往事故现场查看情况 台中捷运部分路线也暂停运行 事故发生时 台中捷运绿线的列车正途经峰乐公园站附近 不幸受到了新复发建设公司名为文心爱月的建案 所引发的意外事故 一根长达40公尺 重达3.3吨的掉币突然坠落 直接砸向行驶中的列车 为此 台中市都发局表示将立即停工调查 新复发公司的所有九个建案 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只有在获得第三方机构确认安全无余 并经都发局同业后 方可继续进行施工作业 根据违反建筑法第63条65条和68条的规定 对新复发公司开出了共计81万元的最高罚款 事故发生后 一名网友进行了现场直播 描述了车厢内的状况 画面中 乘客被引导离开高架轨道 可以看到车厢遭到掉壁砸毁的惨状 事故发生后 社会各界纷纷对施工安全问题提出关切 呼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 确保建筑工程的安全 这次事故再次提醒我们 施工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进行建筑工程时 所有相关方应共同努力 确保所有的安全措施得到严格执行 以保障工人和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